你发现了吗?在我国24个节气之中,只有清明是唯一一个放假的 同为节气,为什么只有清明可以升级为节假日呢? 清明的历史可是很悠久的,在周朝时期就有了 它最初是一个节气,一般在每年的公历4月5号左右 这时天气回暖,万物欣欣向龙,天气清澈,景物明晰 所以古人称之为清明 清明正是春耕春种的好时节 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谚语 提到清明节,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古老的节日,寒时节 相传春秋时期,晋文公为了纪念自己的恩人借子推,定下寒时节 尽生活,吃冷食,寒时节就成为了祭奠仙人的传统节日 由于清明节和寒时节日期很接近,人们便经常把二者合一 渐渐的,清明节吸收了寒时节的祭祀祖先的传统 就由农事节气,演变为一个静天恍族,甚终尊远的节日了 古代人怎么过清明,那可是太丰富了 除了扫墓祭祖以外,踏青,荡秋千,放风筝,植树,折柳,醋居,甚至斗鸡等等 都是清明节的传统习俗 清明节吃什么?清明自古有吃冷食的习俗 中国福源辽阔,地大物博 各地制作的清明冷食也不尽相同 上海江浙一带吃青团,两胡子穿盆地的部分居民有吃粽子的习俗 广西的壮家人则通过制作五色糯米饭祭祖,招待亲友 有些地方还有清明时节吃伞子的习俗 唐朝诗人杜牧的一句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流传千年,家喻户晓 你有没有想过,清明时节为什么总下雨呢? 首先,清明时节春意复苏,冷空气逐渐减弱 海洋上的暖湿气流开始活跃,这一冷一暖两股气流经常交手,就容易出现阴雨天气 第二,春季低气压非常多,且不稳定 低气压状态下,云走得很快,风雨就会多发 第三,清明前后,大气层里的水气比较多 而且昼夜温差很大,到了晚上就容易凝结成降雨 白居易有识,乌提雀造昏桥木,清明寒时谁家哭 千年前,古人们在清明时节怀祭仙人,慎终追远的传统,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了下来 清明节也成为了承载中华文化的重要传统节日 人们以清扫,拜祭,献花等方式,寄托对过世之人的思念 那些离开的人们,有亲友,有故人,还有那些前赴后继的人人至世 我们或许曾与他们朝夕相伴,或许仅有一面之缘 又或许只是在课本网络上的匆匆几笔里,了解到他们的一生 在这个传承不息的古老节日里,为他们献上一束花环 或者只是一句无声的悼念,不遗忘便是最好的缅怀 我们下期见